尽管距离2024年农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在广东 广州月秀区的年货一条街 伊德路上已经是满满的过年的气氛 来自大湾区甚至是海外的年货批发采购商们 已经开始行动了 迎风转动的金色风车 一排排等候客人挑选的对联 还有各种生肖龙元素的贺年用品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到农历新年 但广州伊德路上已经充满了年味 不少商家备族年货产品等候客人选购 有商家说一些批发到马来西亚等海外地区的年货 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运输了 像我们的批发商在此的话 就是那些品种还有些东西就不够齿全或者会缺货 我现在来到初几天来到现在的了 此外今年还吸引了很多香港居民自驾来广州拿货 打算到香港年销花市上摆卖 我们想要卖娃娃娃 卖风车 跟着卖玩具 其实它便宜起码一半 如果你在香港可能一只娃娃娃批发到七八十元